来到学校假期又是一家大小出游的好时光 如果还没计划好要去哪里逛逛的话 不妨到布城走一趟 因为一连四天的热气球嘉年华会 今天正式拉开序幕 现场大约有20款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各具特色的热气球 不仅小朋友喜欢 大人看了心情也非常愉悦 一起跟随我们的脚步到布城欣赏 五彩缤纷的热气球吧 由嘉年华今年迈入第十个年头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主办方呈现了多达七个 来自不同国家的热气球 当中包括来自日本爱心造型的热气球 斯洛伐克的小丑造型 和西班牙的粉红精灵造型等等 这些外貌独特的热气球 让民众大饱眼福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参与一个活动 除了我们有很多参与者 一直回来 一大清早这里便聚集了 身穿粉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大家起心合力给热气球充气 民众也忙着拍照打卡 除了在地面上 观掌各种造型有趣的热气球以外 游客还有机会体验乘搭热气球 升上六尺尺的高空 360度欣赏护城的美景 有人担心乘坐热气球有一定的风险 主办方强调 他们一直以来都以安全为首要条件 来到热气球展 如果你并没有打算乘坐热气球升空 那没关系 这里也有一个特别的热气球空间站 让你在地面上也可以和热气球 做最近距离的接触 不过体验乘坐热气球 和热气球转世的时间非常有限 不少民众今早前往布城的时候 都铺了个空 就没有看到 不知道怎样 看到这边很多当罢了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时间 所以就失了一点 为期四天的热气球江宁华 将在31号落幕 千万不要错过了 MTV7时期记者林美芳采访报道